现在我们之前那些 E-invoice的 concept 已经是说完了 so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 在一些指定的 specific 的情况之下 要怎么去开这个 e-invoice ok 因为我们有收到 consolidated invoice self-built invoice 这些情况下是什么情况 是哪一些商家是可以开 哪一些商家不可以开 怎么去开 ok so 我们会跟大家去 深入的探讨 ok so 第一个我们讲 consolidated invoice 就是和平 把你的 normal invoice consolidated combine在一起 submit一个 invoice 给 income test ok so 首先 这些都说 会开到consolidated invoice的 商家们 你们应该是做的 retail的business 或者是F&B business 你们大部分的顾客群 是那些消费者 他不是公司 t number 在一起 在7天里面 就是月尾啊 31号过后 那些这个月31号 你就要在4月7号 7天里面 把这个 invoice combine在一起 summit consolidated invoice 给 income test 马来西亚的人 一起实行的 只要你做生意 你都要应该是没有的 没有在讲 不要去进行的 so 要 如果你们全部累计到第7天 还全部去summit 可能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system会 hang 还是什么 那我就不知道 所以可以的话 你们可能要提早 所以 必要等到最后一天 去summit这个 e-in-wise ok so 怎样去开 这个consolidated invoice 因为这个consolidated invoice 是combine 所有的normal sales 变成一个e-in-wise 所以基本上 你的顾客群 你都不知道他名字 对不对 so 你就放 general public so 那个buyer 那个 team number 你就放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0010 ok so 其他 你可以放 na 因为 你没有他资料吗 你也不知道是跟 谁跟你买 你也不知道对方是address 所以你全部可以放na 这两个你就放这两个 指定他们指定的了 ok supplier data 就是你们公司的资料 这个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你们公司的资料 你们放进去 然后就把你们要开的单 你们 buy在一起 summit给nante so 要怎样 prepare这个consolidated invite 他有三个format ok 让你们去选择 第一个format 就是 每一张单 一个item 每一个transition 每一个invite 一个item sign i fully charge vc 呃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combuy 我就给自己用一年一年的 作为单位 上时我就 ok 不懂事啊 ok so 第三个就是com 你的brunch 如果你的brunch 或location的话 那么基本上你可以根据你的brunch 或location 就submit invoice 所以我给你看一些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 你把每一张单 let's say你今天这个月里面有100张normal invoice 你要submit consolidated invoice 那么你就有100个transition 因为每一张单一个item ok 这个这个invoice号码 这个是quantity 你quantity用你是e的啊 因为你是你不需要detail到里面是有什么东西 就是invoice号码 quantity1 那个invoice的总数是多少 然后有什么test你就在这边 所以他就会如果有50个transition 就50个item 如果100个transition就100个item 这个是其中一个format ok 第二个format就是你把所有的invoice combine在一起变成一个item 但是你在你只学现那边要注明 所有的invoice 的或是recept的号码 但是你过后只会有一个item一个总数 ok 这个是第二个meta 第三个meta是关于到brunch的 如果你们今天可能也有outlet KL有outlet 可能cherrush有outlet 可能pj有outlet ok 那么基本上你们可以选择 每一个outlet自己submit自己的consolidated invoice 或者所有outlet combine hack2 由hack2去submit一个consolidated invoice 所以你们可以做这个选择 ok 一样你可以itemize 也可以去combine那个distribution alright 这个是一个例子 let's say这个就是KL Brunch 这样子了 ok so 这个consolidated invoice呢 Income time有说到 有一些三家们 你是不可以开consolidated invoice的 ok 就算你今天你的顾客讲不一样 你都要开给他 讲个例子 ok 第一我们一个一个去看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 如果今天你是做卖车的 你的顾客是individual 个人 我没有做生意吗 我也不会把这辆车claim在我公司 为什么我要invoice对不对 但是他们是不可以开consolidated invoice的 他也不会开normal invoice 他一定要开e-invoice给你 所以基本上income date 是会知道你买什么车 他会control 这些叫你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接下来就是 每个人去买车 那个人income date 都会知道你买了什么车 这些资料 你们是不能用consolidated invoice ok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 你个人如果你去买dicket的时候 你去啊你都不可以啊要求啊 你不会要求啊 就让他们开consolid 不要invoice 因为当你去买dicket 你对方啊 那些都会开 invoice给你 所以你你都要key你的 图内吗 address那里去去generate那个invoice 出来 ok 第三个讲的就是啊 就是卖那些 啊 首饰啊 金饰啊那些 so这个东西会不会跟接下来 其实接下来啊 政府将要 实行应该叫 我们叫做 rosery test 就是那些比较贵重的产物品 他们会征收一个额外的税率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这个 他所讲的 是跟那个会有关系 还是 这个rosery code 到底他有没有一个定义讲 什么什么情况之下 他是属于rosery 属于rosery 什么情况下还是不属于 但是他有讲到这里 servery啊就是卖 卖金那些 那些三家们 你如果你去金店 你们去买买金 或者是 链那些 基本上 他是 不能允许你开consolidator的 so 你们都要开e-invoice 给你的顾客们 就是今天 接下来 如果你们要去买金啊 金链啊 基本上income 的人会知道 你买了什么金链 几时去买 so 不能够 说不要e-invoice ok construction的contractor ok construction 你们也是不可以开 consolidator的e-invoice construction contractor 包括了 专修啊 就是因为你们 他也是在专修的 专修做专修生意的商家 如果你今天是 你专修顾客是 专修的顾客是 家里 他不是公司 基本上 这些家里做 装修的 他也不需要e-invoice 对吗 但是因为 应该在讲 你不可以 开consolidator 你一定要开e-invoice 所以变相中 到时 如果你 你的 你的顾客 显示 家里 家那些 individual 他家里要做 专修 那基本上 你都要开e-invoice 给他了 ok wholesale 和retail 和construction material 这个 可能大家要注意 因为这里讲的 wholesale 就是零售业 或者是 或者是 包括零售业 他讲的construction material 就是 不 无论什么类型的 construction material 不管是小啊 大啊 只要他是construction material 用在construction里面的话 他都是属于那个行业 那么 今天如果顾客 他今天去到你的店 要买一个construction material 你都要开e-invoice 给他 包括如果他今天要跟你买 一粒螺丝 一个 不 你们都要开e-invoice 这个通常是 给那些五金店啊 这些 这你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其实income test到现在 他还是坚持他们的 没有更改啊 这样 这些行业 你们都不能够允许 开 consolidated invoice ok 你们都要开e-invoice 给你的顾客 ok 所以 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动呢 基本上 我们要看有没有新的update 但是目前为止 这一类这些商家 你们是不允许开 consolidated invoice ok license 赢了钱 那么云顶 要不要开e-invoice 给你 因为他要给你钱啊 ok 这个情况下 这个情况下 暂时可以不需要 开consolidated invoice 开consolidated invoice 我之前讲的solidated invoice 就是自己开invoice 给自己 大家可以问 为什么我要开invoice 给自己啊 什么情况下 要开invoice e-invoice solbill 讲的是自己开自己吗 你们要记得吗 之前在GST时候 也有一个叫做 solbill text invoice 这个东西的 其实他的原理 跟之前GST那时候 solbill text invoice 是一样的东西 ok 只不过现在 可能大家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再跟大家 重复一下 倒是什么叫做solbill e-invoice ok 一般上我们讲的e-invoice就是 今天如果 你是你这个是你公司 你办你的产品 卖给你的顾客 你的顾客的时候 是由你去开单给他吗 或者今天这个是你 你去你去跟这个supplier买货 今天是这个是你啊 你去跟supplier买货 当然应该是由supplier开单给你 对不对 因为他买货给你嘛 但是有些情况是 这个supplier呢 他是开不到e-invoice给你的 有一些情况是 这些supplier是开不到e-invoice给你的 那变相中 你们就要自己开这个e-invoice 给自己 去record这个purchase expenses ok so 变相中 这些人士 他其实提供服务给你 或者卖产品给你 但是变相中 他不能给你invoice 如果他没有给你invoice 你又扣不到税 你又扣不到test 它是你的purchase 是你的expense 如果你没invoice 你扣不到test so 变相中 你们自己要去 generate sell bill invoice 给你自己 去record那个purchase 的transition 那个expenses的spending ok right so 有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开这个sell bill invoice ok 第一个 我们讲的是payment to agent 这些commission给 如果你们有给commission 给party的agent 我们讲的那些commission是给 the party不是你公司的stuff 如果你公司里面的sales team 你有给他薪水 你也有给他commission 你不用invoice 因为那个是stuff 这个讲的是 the party 外面的 外面的dealer和agent ok 你给他commission 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sell bill closed product 讲的就是 外交易 进口 出口 import export ok profit distribution e-commerce 我这边会大概 跟一到六呢 我会 一个个有个 我会跟你进行 跟你想去讨论 然后接下来的slide 第七个呢 第七个讲的是 啊第七个 等一下的slide 你有mention到 但是我先跟你讲 这个通常sell bill 我们讲的是 打个例子 你们的银行会charge 你们bank charges 对不对 那bank charges 现在怎样开e-in-wise 给你啊 他们都是在我们bank statement 注明他charge你多少 bank charges 对不对 那么他们是by money的吗 so 可能接下来 他们他们的e-in-wise的方式 就是以那个statement 就是他们的e-in-wise 又或者是 他们另外开一个e-in-wise 给你 跟你讲 这个业 他charge你的bank charges 或者loan interest 会是多少先 ok payment of interest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有给 interest给 如果你有给interest对方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 你可以开消费 为什么 payment to interest 要给消费 因为有些时候 interest 是对方收到interest那个人 他不知道他收到多少interest 打个例子 ft的loan interest loan interest 你要给 你要给interest那个人 他基本上他不知道的 是 是那个给interest那个人 他才知道我今天要给你多少interest 或者今天 这个情况下你就要开 sell build-in-wise ok 所以一到六呢 基本上等下我和我们一个个slide 我会跟你解释 第一个讲的agent就是 一般上我们讲的sales agent propriety agent insurance agent 这些人是 他们 当他去generate sales过后呢 那些公司 他们就会给他commission ok 这些commission呢 就变相中 如果你给 如果你给这些agent dealer commission的时候 这些agent 基本上他们 他们 他们是不知道 他们会收到多少的commission的 ok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要怎样拿到1-1 另外就是当你给commission 给这些agent dealer的时候 你要去开sell build-in-wise 给回你自己讲 你有给这个agent dealer commission 那么你拿到这个sell build 你自己就收着 那么对方agent呢 他就可以拿着你的sell build-in-wise as他的proof of他的income ok 那么那些agent就可以不用开档给你了 ok 开in-wise 我们讲in-in-wise给你 给cross border 假如先讲的就是importation 和 goods和services 就是说你有进口 或者出出出 出 export 基本上 应该是不到问题 因为export 你一定会开in-wise 所以你一定会开in-wise 像我们讲的cross border 讲的是进口 importation of goods 和services 因为你要知道 你的supplier 你的水 那些顾客 那些supplier 他买这种产品给你 也是提供服务给你的商家们 他基本上是外国人 那些外国商家们 基本上他们是可以不需要 开in-wise 因为他不是在马来西亚做生意 ok 那么当你们有这个importation of goods 和services的时候 你们怎样开in-wise 你们怎样去证明这个 你们真的是有这个purchase 的消费呢 ok 讲到importation 他的情况就是当这个外国商家 把产品买给你的时候 他一定会开normal invoice的 然后通过normal invoice 给custom去做queren 那些 ok 所以当你收到了他的in-wise 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 你们自己要开回一个sell build 给回你自己 讲你有跟这个商家买货 ok 那几时去开单 这个sell build invoice呢 是应该是根据 那个custom几时做queren 因为custom缴了过就证明你已经收到货了 那个那个purchase就已经是 在你的货产里面 asson你的stock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去 拍这个sell build 因为给回你自己去record asson purchase ok 那么import service 是讲的是什么呢 import service讲是这个是 没有多过custom的 因为services是看不到的嘛 这些外国的公司他提供的服务给你 这个服务包括了 我们讲的 现在很多会 参加可能会面对就Facebook打广告啊 或者是国外的technician啊 他来马来西亚提供services给你啊 这些人是 他可能坐飞机过来提供服务给你 或者是他通过online 就直接在 是把你去settle这it的issue 这些services 是没有custom文件的 ok 但是在马来西亚 它是属于import services 这些import services呢 他也是你们公司的一个消费 一个expenses ok so 你们怎样去record这个import services呢 就是今天当你们收到那个单过后 你们 这几时要开始sail build 就是当你们给钱 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收到invice 从这个外国商家的时候 whichever is early 就是哪一个日期为早 最早日期 如果先给钱 就给钱的日期去开这个sail build 如果先收到单 就开单那个日期去generate 一个sail build invice ok 但是 我要给大家知道 其实import services在马来西亚 它是subject to service test 但是很多商家 其实你们没有去处理 这个service test这个部分 ok 我打个例子 如果今天你们有去做 你们有在facebook打广告 你们会看到facebook 其实他们会开一个invice给你 在那个invice他们有注明 马来西亚的service test ok so 他们已经是帮你去 给了马来西亚 custom的xst 基本上如果你们今天有这些 facebook的advertisement 你们不需要在额外去给这个 import service的service test 但是接下来 如果有一些是没有的 没有像像facebook 他们是没有不像facebook 他们是有提供服务给的基本 提供服务给你们的是 基本上你们是要 给那个service test so 如果有签设到service test 在你们开这个cellview的时候 你们都要把这个service test 放在你们的cellview invice里面 ok 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讲的是 profit distribution 这个profit distribution就类型 很多会 包括dividend 包括unitrust 就可能今天 你跟一个party 你们有一个project 你们project过后 你们可能讲 ok project已经弹合了 就是如果这个project 过后赚钱的话 你会怎么去分那个分红 分那个profit 那个是profit sharing profit distribution的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dividend distribution 或者是unitrust ok 这种情况之下 当 你收到这个profit的时候 或者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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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个profit sharing 给你 你把这个profit distribute出去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要开 cellview 给你自己讲 你有把这个profit sharing distribute给对方 因为对方不知道你几时 把这个profit交给他 他也不知道什么什么 所以由你这边是比较清楚 你的你要分给他的钱是多少钱 所以由你自己去开单 ok ok 但是他这个 profit distribution呢 他是 excluded 那个payment of singletail dividend singletail dividend 讲的就是 一般赛 我们在st.ranberhard里面 ok 公司赚了钱 你们会给了income tax 给了income tax过后 你们在你们的 account里面会出现 有retained earning 那么retained earning过后 你们公司股东觉得 ok 我们要分一些dividend 给所有的股东 ok 当你有分个dividend 给这股东的话 基本上这个dividend 是not subject to test 他不需要再缴税了的 所以这些dividend呢 他基本上你们是可以 当你们有distribute出去 你们是不用不用开invice的 因为他已经跟那个test是没有关系了 他不需要缴税 testadempt了 这里讲的是 对方收到的那个 这个profit的时候 他是subject to test的 这情况下你们就要 拍sellbue invoice e-commerce platform 讲的就是 今天你们在网上做买卖的 ok 通过shopee 通过lazada ok 但你们通过这个网站 基本上这个sellbue 怎么去处理呢 在invice 他们给的guide就是 今天如果你们三家们 你们是把你们产品放在shopee 或lazada去卖的时候 ok 当google去讲 他要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那个invice 其实不是以三家们去开的 ok 是有e-commerce platform 他们会开给你的 so 过后如果三家们从那个 整个online transition里面 他们所赚到的钱呢 会将会是有 e-commerce platform 他们开那个sellbue invoice 给那个merchant 所以那个merchant是不用开 e-invoice 给 e-commerce platform的 你们就等着e-commerce platform 开那个sellbue给你们 然后拿着那个e-invice record as你的seals ok so在e-commerce platform里面 他们是不允许开 consolidated的e-invoice 就是说 他不管今天给这个商家们的 赚的profit 是多还是少 因为当你再能够在 e-commerce platform里面 去卖你的产品 就证明你已经是做这生意了 当你做这生意的时候 你就要e-in-voice 所以e-commerce platform 必须把所有的 profit 一个一个去开 sellbue给所有的merchant ok 去记录那个sales 就是purchase transition ok 另外一个讲的就是acquisition of good ok 这个就是当你的顾客们 他是个人 个人他是没有做生意的 但是 但是今天 这些个人啊 在你的公司 他是属于一个expanser 刚才我们讲 如果你要claim test detection 这些expanser 你都要e-in-voice 对不对 那么sellbue以-in-voice就 需要开了 ok 打个例子 今天公司跟一个人 一个物主 这个物主是一个人 个人 你跟他租 租那个property office 所以这个物主 他不他 因为他没有做生意 他只收租金 所以基本上他不会开e-in-voice 给你 那么你要怎样去record 这个transition 你就要开sellbue-in-voice 给这个物主 大家 因为我给你 这个是我expanser 这个是我expanser 所以他做是你 开会单 给自己去记录 这个rendered expanser ok 包括一些service 给那些freelancer 因为有些时候你们会找一些 individual 画图 做account 去做一些 做一些 service 但是这些 这些individual 因为你要只要外劳 不会开e-in-voice 给你的 他们也不会用系统 然后变相中 你们给你们给 这些外劳 individual subconfig的时候 你们就要开sellbue-in-voice 给你自己 ok 但是当你们去处理这个 individual的顾客 你的individual的supply的时候 那些 这些人是expanser里面的individual人的 你们首先先要问对方 你会不会开e-in-voice 给我 如果你不会开 我就会开sellbue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 做着生意还是没有做着生意 我们打个例子 有些人是 他们是包着 form b的 他不是submit form b的 当你看那个人称submit form b 他那些income收到他属于r的income 那以上他是不是做生意 但是如果一些人 他是用他名字去做生意 他没有做这个公司 他是包着form b的 那么基本上 他应该是要开e-in-voice给你的 ok 所以你首先问他 会不会开e-in-voice给你 如果不会你才开sellbue 那么自营对方 如果他讲坚持他不要开 你就开e-in-voice sellbue了 然后你不用去纠结到底 要他开不要开 因为开不开 他应该自己知道 他是做着business 还是不是做着business ok 如果他没有开就有你开sellbue ok 但sellbue来了过后 在buyer那个detail里面 buyer就讲的是你们本身 因为你们是去撇钱的那个人 所以你们是buyer 你们去买那个产品 是买那个服务的人 所以buyer就是你们公司的资料 buyerdetail ok supplydetail就是对方的 对方是谁 ok 所以如果是个人就个人名字 如果是公司就是外国商家 就外国公司名字 那么基本上如果是外国公司 他们是没有定 number的话 基本上你们就放这个EI0030 ok 如果是malaysian 你会定 number 如果是non-malaysian 基本上 刚才我也是讲到 如果是non-malaysian 他还是没有 你只有他的 passport number 没有定 number 那么你就翻了刚才那个special的code ok 记得了 for non-malaysian individual 他是说 一定要定 number 或者定加passport 他不能只给你passport 如果他只给你passport 你就翻那个general的tea number ok supply address contract 这些address的地址 contact这些一样 基本上 都是 之前的一样 passification讲的就是 你看到吗 这里讲的就是那三个地址 000到999 这个code里面 你们要去注明 他是属于那个 哪一个服务 哪一个产品 ok 这个catalog目前已经拿掉了了 所以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动了 ok 这时候我们要再跟进一下 ok so 你们 变相中 现在你们自己要开单给你自己 变相变相中 对方把产品卖给你 你还要帮他做工 因为你要开单给你自己 去证明你这个purchase 这个 expenses ok so cellview的invoice the format 大致上 他的format就在于这样子 这个是你公司名字 ok 这个就是supplier的名字 他跟你 印外及时是一样的 ok 他是一样的 只不过 他有一点点的不同 因为他 他会注明是supplier 他就注明supplier的名字在这边 ok 一般上如果讲你们讲 对方提供服务给你 上面应该是对方的名字 上面对吧 你们的名字开这边 因为他开单给你们 但是cellview不同 cellview是你自己开给自己 所以变相中 上面还是你公司的名字 这里才是supplier公司的名字 啊啊这些名字 地址 ok all right so cellview讲完了 第三个我们会想啊 面对的就是forain income forain income 就是 你们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个人 你们有收到海外的income 公司 你们收到一些forain income sauce sauce ok so当你收到一些forain income的时候 你其实因为 这些外国的商家 他也不会开invoice einvoice给你的 so当你收到这些forain income的时候 基本上你们也是要开 cellview invoice 给你进record 这个是你们的income ok 这个income包括了一些dividend 啊 一些other income 啊 他是 啊 从国外 但是 国外 但是进来了 你马来西亚银行的户口 啊 在你马来西亚是你的other income ok Statement of Bill 这个讲的就是一些人 一些商家们 他们通常他们开invoice的方式 他们开invoice的方式 是monthly的statement 或者是quaterly 或者是every two month every three month so 基本上在处理invoice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根据你们目前现在的方式 去开回那个invoice 啊 不用特地讲啊 因为invoice 我们就不能再以money by money 这样子去build 你还是能够根据你目前的money by money 这样子去开那个invoice ok 这是没有问题的 so 啊 只要你们去了解到底invoice 接下来在你们开invoice的那个process里面 他是在哪一个点就是summit 给invoice那个process那个地方 你们要特别注意 ok 第一接下来会讲的是disbursement和reinvestment 这个是通常大家也是会面对的东西 很多时候大家会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ok 到底什么是disbursement 到底什么是reinvestment ok so今天大家跟大家分析到底什么是 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分别 ok disbursement讲的就是 今天这个是一个 一个啊 一个 你你公司去给这个消费 但是这个这个服务 这个消费这个invoice呢 他基本上不是under你公司的名字 他是under你customer的名字 你只是帮他给这个expenses pay on behalf so你要看啊 disbursement讲的就是invoice 不是under你公司的名字 undercustomer的名字 你只是帮他去带给pay on behalf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你要跟你的顾客收回那个钱的时候 你不要再开invoice 因为对方已经开invoice给你顾客了 你给了钱 如果你再把这个item 放在你的invoice 那变相中你customer就会double了啊 double两个double产生线了 所以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要跟他 跟顾客收回那个钱的时候 你要开normal statement bill 或者normal listing 跟他讲啊 我已经帮你给了这所有的invoice invoice在后面我attach给你 so你要把这个钱还回给我 这样子办了 不要把这个disbursement 放在你的invoice 记得啊 ok 如果是reimbursment讲的就是 哦啊这些 这些 你们自己先给的expenses 你们当你去提供服务 把你去买产品给你 卖产品给你顾客 或者你提供服务给你顾客的时候 你们自己给的expenses 这些expenses包括 我们讲的traveling啊 hostage啊 或者是一些 admin fee啊 这些东西 基本上 他他是因为他不会在你的customer 名字的 他会在你公司的名字的 所以变相中 今天他是一个额外的expenses 你要跟顾客收回 为你下次顾客 所以你就要开e-invoice 在这个disbursement那一部分 你就要把这个reimbursment 放在你的e-invoice里面 跟顾客收回那笔钱 所以记得disbursement 不要把disbursement 放在e-invoice re-invoice 你要把它放在e-invoice 今天这个是你公司 你是公司 是e-event management ok 那么e-event management 你的google 跟你签一个project 他叫你run一个event ok 所以他跟你要求 今天你帮我run这个event 但是我要求你 所有的invoice 要开在我公司的名字 他跟那个customer 所有的invoice 你去找hotel 你去找 那些freelance 那些invoice 如果invoice 你要把它开在我公司名下 ok ok 但是你要帮我pay 所以你就帮他pay 我比方给这个supplier 例如这个是hotel ok hotel A 他提供服务给你顾客 但是 你是由你去给钱 e-e-envoice 当然是由这个hotel 直接开单给你顾客 当你跟google收回钱的时候 记得 不要再开e-e-envoice 因为这个invoice 已经是开了给顾客 所以你可以 就是 把那个所有的e-envoice 加在一起 再加上一个request view 或者是一个statement 跟你google讲 这个是我给你 把你pay on behalf的 那些e-envoice 我要跟你追回那笔钱 记得了 ok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这个也是 也是event management的商家 ok你的顾客讲 ok你帮我让一个event 但是 你帮我处理到晚 总之那些东西 你帮我处理到晚 hotel 那些你都是由你处理 ok 然后他 那么基本上这个 你们公司就会去找hotel 去找一些 买租equipment 租什么 so这些商家们 他都会把invoice invoice 还在你公司的名字以下 ok 那么当你 你就会去给钱了of course 当你要跟顾客收回这笔钱的时候 你就要开invoice 给你的顾客了 ok 因为 这个invoice 开在你名下 so你 下水你顾客 你就要开invoice ok ok 接下来讲的会是employee的benefit 这里employee benefit 讲的就是员工的claim 我相信公司上你们都会有 让你的员工去claim你的claim 都会对 所以这些claim都包括了什么 包括 电话单 petro parking staff refreshment entertainment 你们 你们的员工都会去消费 然后把那些单 尤其是老板 会把一些entertainment的单 把petro parking 全部架在一起 要claim公司前 ok 但是接下来invoice来过后 这些单要怎么去处理 ok 因为 如果你没有拿到e-invoice 你是claim不到test deduction ok so general rule 我们讲的是 你 基本上 员工 那些员工 应该 要尽他的能力 去request这个e-invoice under 公司的名字 去证明是个公司的消费 ok ok 但是有时候 income data 可能有一些商家们 他们会面对一些问题 so他给你一些exception的condition cases 就是 vistess 允许你们公司允许 可以允许你的员工 去拿到e-invoice under他的名下 然后claim公司expenses 因为有些时候 这些expenses 这些expenses对象 他是不能够 tie-invoice under公司名字的 打个例子 ok 打个例子 今天很多时候老板 公司的 公司的 moto v 车 register under 老板的名下 说那些insurance rute test 肯定是 一定是开你老板名字 他不会开你公司名字的 就算你今天要求他对方开 给你公司名字 他都不会开的 因为他一定是对owner的 但是这个车已经record as 公司的expenses了 公司的车了 那你要claim的话 基本上 就要 这没有办法就是开在你老板 老板的名下 又或者一些 费用类似 例如你员工里面的那些 professional fee 他只是对member 所以一定是开给member的话 所以基本上 没有办法你就可以要求你的员工 至少拿到e-invoice under你员工的名下 那么公司就可以claim up expenses OK 最后一个讲的就是 expenses pay to foreign supplier 这里讲的就是 如果有一天 可能今天公司要去 vistus trade 去到国外 或者是你们去company trade 去国外 那么会有一些消费的吗 你们消费可能就是你们去酒店 你们去entertainment 你们那些 单那些invoice 一定是外国的单 不会是马来西亚的单 而且那些人也不会开e-invoice给你 对不对 但是当你回来马来西亚 你要claim goes expenses 是不是要开回 invoice 或者shelping invoice 基本上 是不需要的 in-time test 能够接受这些外国的单 as the 公司的expenses OK 只要证明这个是你公司的员工 你们是for business purpose 基本上就没问题 right so general rule 如果今天要允许 这个expenses 开在你员工的名字 而且公司是可以扣的 获得 所得税的折扣 那么 条件就是 你一定要有company的policy employment employer的policy 你们一定要去做一份出来 或者去update你们的employer policy 在employer policy 你们要注明 你们要尽最大的能力 要求你的staff 去拿到invoice under公司的名字 如果真的拿不到 但至少他们可以允许 让他们用他们公司 他们个人的名字的invoice 然后去claim公司的expenses 记得这个是你们要去做的东西 alright ok so 基本上 有四个step 你们要去看的 第一个 首先 当员工去消费 去under main顾客 或者老板去entertain 首先先问对方参加们 是不是可以开invoice under公司名字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开在公司的名字 如果不能的话 那么就给他个人的名字 ok 然后 收到了过后 就把他交给你们公司的 储務部 就是account 那边 department 然后做claim 然后公司就会 给你们 还那个claim给你们了 ok 我这边讲 尽量拿那个invoice under你们公司名字 不要把所有 可以就under公司 我们讲 尤其是entertainment 如果你entertainment 今天 老板去消费 他把invoice全部开在他的名字 individual的名字 那你 ok 你policy有update 你的 你讲你今天是公司entertainment expense 你update 你有commoning policy 可以允许这个情况 ok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 这样的情况 在income date的记录里面 真正消费那个人 其实是你老板 不是公司 他是不知道 你把它放在公司的expense 只有你们知道吗 所以变相中 在income date的记录里面 跟你们本身记录是一个不对比的 ok 受变相中 可能如果这个老板时常去消费 消费到很多的话 他又问他名字去开invoice 你要注意 income date可以问 哎 为什么你有这样多钱去消费 这个东西 你到底是用在什么 purpose so 你们都要有这个 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test的issue 所以可以的话 都尽量把他开在公司的名字下面 所以接下来要 你要给你所有的员工知道 关于这个invoice 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ok alright so 我们再看一个floor 你先问 首先 你的staff是不是要把这个expense claim公司 如果是他要不要claim的话 那为什么他是他本身消费 他基本上可以不要invoice 那如果这个in 这个expense他要claim公司的话 那么就问他 这个invoice是underemployer 还是underemployee 如果underemployer就没问题了 如果underemployee的话 那么基本上 如果update company policy 你就没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到invoice 到最后你们只拿到一个receive 只拿到一个normal invoice 你能够进公司expense 但是不能够获得text deduction 所以要了解 currency exchange rate 讲的是当你面对一些 财因外 就面对要开单 有牵涉到currency的话 你要怎么去处理 so 那个currency rate 基本上首先去了解 如果关系到importation 或export的话 的话 那个currency rate 首先根据custom的先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才根据你们internet policy 就是ban的garra direct 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ban的那个action rate 去发那个action rate ok special industry 其实在guide里面 首先他在income test 他们应该会有一些 specificindustry的guide 但目前为止 他只有给5个industryguide 这里我只会明显两个会比较 大家会常见到的 第一个包括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其实 会有很多种情况 但是在FAQ里面 基本上只有4个问题 4个答案 所以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income test给的答案 问题是在哪里 首先他问 因外是不是需要到 所以是的 他讲包括本来地 所以如果有maincon chars subcon subcon 本来地 你们有chars的话 你们都要开e-in-voice ok 怎么样 什么情况下去 拍那个e-in-voice 因为一般上 construction 你们是by progress claim的 ok 所以他是说 如果需要到certificate of work done的话 那么就看 如果是不需要的话 没有这个certificate的话 那么 e-in-voice就根据你们自己的metallon 你们几时要claim顾客 你们就开那个e-in-voice 白年progress claim ok 如果有certificate的话 那么你们就根据 收到certificate过后 就去开那个e-in-voice so如果maincon 讲他很多时候很多时候 contraction会 maincon会跟subcon 买货 purchase on the account 那么基本上一样呢 maincon如果有这样的 他要charge回给 啊 他会charge回给 subcon 他就要看 他是 re-in-voice 还是disbursement的方式 去开这个e-in-voice ok company A 要卖 construction material 给自己的公司 那么需不需要e-in-voice 基本上是要e-in-voice的 ok 他这里也问到 如果company A 是在face1 就是8月1号2025年开始 8月1号2024年开始 其他公司是过后才开始 那么会讲去处理 基本上 等一下我会给你讲到 face1 你是根据你的face 去进行你的e-in-voice 你是在8月1号 就在8月1号 那么其他的supplier 你的其他公司 他不是在8月1号的话 你都可以不需要follow 只要messure你是 如果你是5月1号的参加 开始的话 你的sales那边一定要e-in-wise 但是你的purchase expenses 可以不用e-in-wise ok company 这里讲的是这个问题 e-in-wise一定要 然后他讲 construction material 是不能够开 consolidated e-in-wise ok 这里讲这是e-commerce的一个 大概一个process flow 所以就是说今天这个是merchant shopee 啦加大 ok 打个例子 不你们经理 你们通常会进去他们网站 去买过 买了后 order了后 他就会通知merchant merchant就会跟他讲 货已经ready了 叫那个logistic 先送去给你们的 送去给你们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 是由e-commerce platform 问你们到底要不要in-wise 就是说当你去order的时候 e-commerce会问你要不要in-wise 如果不要in-wise 他就normal in-wise 如果要in-wise e-in-wise 他们就会开e-in-wise e-commerce 就会开e-in-wise 给他 achester ok 那么 当这些merchant 他们所赚到的钱 都是由e-commerce 开sale-way in-wise 给merchant 去record他们的sales 他们的银行 这个去record他们的expenses ok right 随便 请点赞